欢迎收看权威发布 今天晚上8点30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 邀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谢振华 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 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并回答记者提问 下面请导播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现场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昨天也就是25号 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决定了 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为了及时让大家了解有关内容 我们今天请来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谢振华先生和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飞先生 向各位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并回答各位关心的问题 现在先请谢主任介绍有关情况 媒体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距离哥们哈根会 还有十天就要召开了 趁今天晚上新发布会的机会 向大家介绍两方面的情况 一是未来十年 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的目标 第二呢是2009年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进展的情况 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并且在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 都从我们的国情和实际出发 提出了积极可行的奋斗目标 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在不久前联合国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上 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 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明确提出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将要采取的重大举措 我们全国人大常委会 也做出了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昨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明确了到2020年